霹靂小組鶴槍實彈攻擊民宅 全副武裝不敢鬆懈 因為裡面火力驚人 兵櫃找到槍枝 屋內異常乾淨 眼尖專案小組感覺不太對勁 原來有藏機關 敲開地板大理石 還有梯子往下走 就像是電影場景 民宅搞一個密室 把武器放在裡面 看到密室被揭穿 歹徒無法再狡辯 讓海巡人員搜索 地下軍火庫曝光 因為我們茶餐就是在漁船上 一些密窩的改造 有特別一些訓練 在敲的過程裡面發現 那塊磁磚的聲音比較空洞 後來才把它敲開 在底下就像電影演的一個小密室 現場查扣知識長槍四支 短槍六支 子彈794發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其中也發現稀有槍支 來自世界各國 包括德國UPS 中國紅星 德國MP5K 最罕見的還有這把奧地利 斯泰爾TMP 衝鋒槍 本隊於今年4月破獲400余公斤毒品 男後 積極溯遠 尋現掌握台南地區 有不法分子擁槍之中 隨即令案報警 台南地檢署指揮偵辦 台南市長黃偉哲 親自到場主持 勉力專案小組人員 宣示打擊不法決心 讓市民安心 繼續黃毅宣成功了 黃毅宣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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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毅宣成功了